下午的最新报道我们来看是新竹有一辆计程车 在园区闸道口违规闯红灯 没有注意到竟然就被沙石车一面给撞上了 时间交给记者李湘怡 12直播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一台计程车正要执行 疑似想要左转 但左边的画面也有一台沙石车正要往前开 两台车完全没有减速在交汇处直接相撞 竟然这车身几乎变形被拖着走 驾驶松衣后没有生命危险 那是因为计程车司机闯红灯 然后造成的交通事故 就是计程车司机受伤 然后送医治疗当中 那还好车内没有乘客 仔细看其实当时计程车是闯红灯 想要左转直接上杂道 但没有注意到左边这台沙石车便一面撞上造成意外 目前违规的计程车司机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受到强烈的撞击 肋骨被撞断 目前还要再接受警方调查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